Hello Hello 各位 歡迎繼續收看鹹廢的頻道 近段時間天氣真的令人崩潰 下雨下得好像停不到一樣 對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你們知不知道為何今年下雨會下這麼久呢? 不知道啊 那我告訴你們吧 因為今年的龍舟還沒拍完 等到龍舟都不爬的時候 就自然不會有龍舟水了 準備 走 1 2 3 4 4 4 5 5 5 之前的端午節 各位分享過一次佛山南海的陸船飄移 原來這個飄移在早幾年 一飄飄幾日 整個碟架都會飄 有些類似ATP巡迷彩一樣 不過這裏的飄移 一年一咀 一咀就四日 今年是因為高考 所以分開了兩個禮拜去搞 為什麼說今年下雨下的聲音呢? 龍船還沒拍完 龍舟水就要繼續下 就是了 除了露音台前三個公分 本段的都差不多 各位各位看了這段 videosen 現在要結束翌至未能 正式比賽到該 weekend 但 angef OnePlus 6月19日 明天 都會繼續比賽 今年會飆三次 飆完職 等下年 你們加上看到片段是他們在最後一次訓練的失望 這次他們比賽的地方其實跟上次是有很大的差距 上次在聖堂玩L6彎 這次是彈頭和東勝 就是玩C彎和S彎的飄移 他在手中和東勝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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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他放進去 這乾嘛 在這裏 這裡的比賽賽道是十分窄,特別是S玩那一段,基本上就一部,BMW的七鞋那麼寬闊 所以當地人就會說他們在這裡玩碰碰雪,為什麼呢?因為這裡轉彎的難度太高了,一天都會撞到兩邊的石 你看看,這裡有多少龍頭在這裡,蜜蜜蜜龍頭的一大堆 蜜蜜龍頭這次在賽道是屬於消耗品 蜜蜜龍頭,蜜蜜龍頭,蜜蜜龍頭,蜜蜜龍頭 蜜蜜龍頭,蜜蜜龍頭,蜜蜜龍頭,蜜蜜龍頭 因為這次的賽道在村裡的水道裡攪拌,四五百米就有了 好,電視台開車過來做這個多幾位的直播呢 正常人都很難好像端午那次這樣一次過看完整個賽道 更多就是看到那條龍在眼前一閃就過 跟著就聽到一堆蜜蜜蜜蜜的聲音,跟著就沒有跟著了 所以其實如果過來現場那邊看呢 是真的過來湊熱騰很多個看龍船 說就是過來看的話是會湊熱騰很多個看龍船 但是我也是推薦各位有機會都過在這邊看一看的 因為你在螢幕前一邊看,是感受不到爬龍船的氣氛 而且這邊的龍船是挺整齊的 因為在地下空和內地其他地方的龍船都是很大的差別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路 而在廣東的龍船還有水的地方就會有龍船 龍船對於這邊的龍船是很重要的一件 因為這條幾十米長的船 在這些村民眼裡面是一種維繫人與人之間的載態 你看一下,一條這麼大的船 要幾十個人一起拍 你不懂得配合,不懂得聽指揮的話 這條船不會向前走的 最多只會去原地 打幾個轉,然後就返停了 在以前的娛樂生活沒有那麼多姿多彩的時候 端午前行,大家都一起拿著龍船去隔壁村 拜訪一下,聯絡一下感情 到現在的老龍都年紀大了 不可以經常操勞這麼多 就變成跟這些慘默的船 去比賽,大家一起玩一下 保持感情 時代正在變 而這條龍船的人情味 一直都沒有變 在廣東的農村 特別是珠珠國這邊 很多時候,不同地市的龍船 是會一起玩的 玩的地點 基本上就是廣州 因為珠江口出去就是海 所以龍最終都是要成風破亂 去更廣闊的地方 其實我們泡龍船的原因 都是這個 好,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分享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先來來 我們要去旅行 們 他要去旅行 與路縱隸走 死遠足 最遠的地方 鬧壯 來 到了 走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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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定 快,上面脫了 富裕 太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